請客 請客 走 請客 各位同心大家好 好 真有精神齁 很高興看到各位來參加 台灣民進府的國基班 我先做一個調查 有上過 有上過 沒有上過的 還蠻多人的 聽不懂台灣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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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還是有 那我 盡量穿插 不要讓你們聽不懂 盡量讓大家聽得懂 因為 我們的原住民 很多他們都 不會講我們台灣平地的話 在流亡政府的洗腦教育下 這個是 不是我們喜歡去講這個東西 變成是我們必須要去配合 我們台灣真正的主人 讓大家都聽得懂 盡量就是這樣 我盡量用雙語發音 我們這節課 會延續 初級班的一些教材 然後 因為蠻多人沒有上過初級班的 那我希望說 沒有上過初級班的 你們要來補上初級班 初級班的時候 我會跟你們講得更清楚 前半段的一些內容 我們這節課是要來分享 台灣民政府的司法改革 還有主權效忠 還有轉型正義 首先要談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必須要知道我們自己是誰 不知道自己是誰的請你舉手 那 大家都知道自己是誰 那 你認為你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請你舉手 沒有 很好 你認為你是大日本 聽清楚喔 不是現在日本喔 是大日本帝國裡面的台灣人 請你舉手 很好 這都跟我親國的真好 這也叫我阿公親國的 我和我的阿公沒有親國 這樣就很奇怪了 台日本帝國的人 去生中 中華民國的兒子 全世界有人生意 他國際的人 去生一個全世界 沒有人生意 他的國際的兒子 這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 就是在追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要來做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 我是誰的部分 我親眼帶過來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國際班 我會說比較後面的這個部分 李定位先生 他給我們的一百度 他現在要領中華民國的錢 現在還在領中華民國的 退休金 所以他辦公室費用那些人 不放過他 還是要一年領了一兩千萬 所以 他給我們一幅圖 讓我們自己去解釋這個東西 我是不是我的我 九十幾歲喔 他當過中華民國總統 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誰 各位都自己知道自己是誰 很好 那我們在初級班的時候 已經有講過這個問題了 台灣人會說 政府要生菜櫃 這 實在很奇怪的事情 政府要生什麼 政府要生菜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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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要生菜櫃就是什麼 衰 我們阿公 是日本人 生出來的兒子 當中華民國人 這樣有衰嗎 衰 你們有衰嗎 我們家裡的豬真的很衰 政府要生菜櫃 這個我們 頂上的先輩 幫我們教 他不敢說 政客在櫃 他剛才對他旁邊 我們說敲邊骨 只能用這種敲邊骨的方式 讓我們這些兒子孫知道 我們人 絕對不要 政府要生菜櫃 我們等一下做我們自己 在台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當然台日本帝國戰敗 戰敗不代表他滅國了 戰爭失敗不代表他國家結束 也不代表他國家滅亡 那這樣的話 如果 戰爭能夠結束一個國家的話 那 大清帝國在什麼時候就已經結束了 1895年就結束了 不用等到中華民國來推翻 中華民國他推翻的是 滿清政府還是 大日本帝國政府 滿清啊 這個很清楚齁 不好意思 死去齁 這菜櫃 啊如果 繼續騙自己 會先哭過 和開火就不會開火 和開火你就沒辦法吃 不要騙自己 我們是戰敗者 勇敢生氣 我們是戰敗者 只要我們家前 只要我們的阿公阿嬤 那些人 又是全世界 阿嬤第一名的國家 跟我們一起的時候 我們的國籍不忘記了 全世界沒有人信任 中華民國 阿嬤要知道你們是台灣人 你們知道嗎 外嬤 當然是我們台日本帝國 台灣的朋友 我們騙 在說美國人的時候 我們是 盟友 你們知道什麼事情 外嬤的 外嬤的 女孩很愛嫁你們台灣人 不嫁中國人 人很清楚 因為你們台灣人 是 外嬤的 不是中國人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我們自己是誰 我們自己要知道自己是誰 這 我的阿嬤 他叫做好 所以我就說 台灣阿嬤的 逐步來看 日本時代名字 15年5月2號 這是我阿嬤的生日 日本人 制造 中華民國 全世界沒有人信任 國籍的 這實在叫做什麼 好生日 我都說 有國籍生日 沒有國籍 我們要把國籍 拿起來 我們沒有國籍 不可以讓 架成人 台日本帝國 阿公阿嬤阿祖 的財產 你不可以跟他 架成財產不一樣 架成國籍 這不可以 這大家要很清楚 這就是在說 中華民國 法律理的 是什麼事情 國民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有合作 什麼人 什麼人 國民才可以行使公民權 才可以去投票 公民才可以投票 所以中華民國 叫你拿著身份證 是什麼身份證 國民身份 去行使公民權 是不是要你違法 就是要你違法 其實誰 那個馬英九上 或者是蔡英文上 都是中華民國上 誰在下 台灣人被壓在下面 台灣人不要自己拿著身份證 去把自己給賣掉 這個叫做奴隸身份證 這是國民身份證 不是公民身份證 這大家要很清楚 大日本帝國 現在日本的 日本的關係 是什麼關係 我在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開始切入好了 大日本帝國 它的國名叫做 The Empire of Japan 現在日本 是不是叫做 The Empire of Japan 不是 現在叫做Japan 叫做Japan 我要問各位一個觀念 大英國寫一共五十四個國家 所組合而成的 它共同效忠一個皇帝 就是大英 大英國的皇帝 不是英國的皇帝而已喔 英國的皇帝等於加拿大的皇帝 也等於澳洲的皇帝 也等於紐西蘭的皇帝 甚至他等於印度的皇帝 等於馬來西亞的皇帝 還是甚至於等於 新加坡的皇帝 他一共五十四個孩子 沒有規定說 一個皇帝 能夠擁有幾個國家喔 所以皇帝的成績 是在國家之上 還是國家之下 國家之上 因為他是真正的主權者 現在英國還在啊 大英國寫女皇 伊麗莎白二世 現在還在啊 人民一樣擁戴他 那以後我們台灣人 跟現在的日本 如果共同效忠一位皇帝 可是日本不能管我們台灣人 那我們台灣人 要不要自己出來管自己 當然要啊 當然就是這樣子喔 所以我們就是 兩個兄弟之幫 那以後怎麼演變 當然我們的論述出來之後 現在日本很緊張 日本現在在提修憲 有的在提廢憲 有的在提廢憲 其實這整個的運作喔 都是因為我們台灣政府 這邊起來之後 他們覺得他們有危機了 因為現在的日本 叫做新日本 天皇可能他們取了名字 叫做新日本 他不是大日本 誰還在大日本裡面 台灣人還在大日本裡面 五個兄弟大家都跑了 北韓南韓 琉球還有日本都跑了 剩下誰 剩下台灣人還在大日本憲法裡面 那你們能不能繼承 大日本的所有的財產 當然 戰敗者的身份 你必須繼承 你才能夠繼承財產 就是這麼簡單 大日本帝國憲法 是日本基於近代君主立憲 而制定的首部憲法 這個叫做舊憲法 或者是明治憲法 或者是 戰前憲法 相對現在的日本國 我現在在這邊有用一個日本國 跟大日本 把它分得很清楚 要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大日本的文字 是在1936年的時候 國家正式建制主權 在 向那個 全世界的那個各個盟邦 發送他們的正式國號 國書 之後 所建制的一個正式的名稱 是在1936年的時候所建制的 1936年的時候 台灣在哪裡 在清帝國 還是在大日本 在大日本裡面 因為我們在1895年的時候 馬關條約 已經 把台灣 澎湖 永久 割讓給 大日本帝國的皇帝 不是 國家 是皇帝 就是這樣子 這等一下會給各位看 裡面的真正的內容 然後我要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有些 你如果沒聽過 比較難生我 這重點我再給各位留一次 後面我們就說 後面的一些比較精采的內容 帝國憲法的本文做成之後 天皇並沒有在帝國本文上面簽署任何文字 而是用天皇的造書 什麼叫造書 叫做聖職 叫做姓紀 香港人 中國人說 姓紀 皇帝國姓紀 讓這個 帝國憲法 成效 這樣 在法律上 有一個 叫做 優先權 哪一個是在上位 誰比較大 是造書比較大 還是憲法比較大 造書比較大 因為是造書 讓憲法生效 這個大家很清楚 讓我們台灣人變成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公民 聽好 公民的臣民 現在講法叫做公民 以前叫做臣民 是用什麼方式 是用修憲嗎 不是 是用造書 這叫恩典 因為他們沒有開修憲會議 但是 皇帝用比憲法的修憲會議 還更高的層級 用天皇的造書 讓各位 白紙黑字那邊都有 那邊有資料 白紙黑字讓各位變成 各位的先輩 各位的先輩 因為你們的 我們的血緣就是繼承我們的 祖先而來的 所以 我們的先輩 就變成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皇民 就是皇民 所以這叫恩典 所以你在日本找不到 當初的修憲架構 但是你找得到 比修憲架構還要高層級的一個法律文件 就是天皇造書 現在的日本 是按照大日本帝國憲法 73條的程序 下去修改的 他的國名 現在叫什麼 JAPAN 剛剛有講過 是根據大日本帝國 The Empire of Japan 第73條 的規定下去修改的 然後 日本國憲法 是在什麼時候頒布的呢 是在戰後 1946年11月3號 所公佈的 我要問各位 我們什麼時候進去 大日本帝國的 1945年的4月1號 中華民國 大力的去推 推這一天叫做什麼 愚人節 讓你不要去相信這一天 確實是這一天沒有辦法 因為所有的日本的 所有的法制 所有的法令 所有節日 的起算日 或者是他的會計年度 都是從4月1號開始起算 所以中華民國 就故意在那邊宣傳說 那4月1號是愚人節 其實不是愚人節 沒有這回事 那是一個叫做 宣戰 一個統戰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作為 是一個作為而已 那我們在1945年的4月1號 變成大日本帝國國民 那日本在1946年的時候脫離了 以後他們要回來的時候 請問一下 家裡面誰才是老大 台灣人還是新日本人 台灣人 但是我們要擔得起 我們做家庭的人 我們擔得起這個責任 我們來叫親 叫親 那個已經離家出租 那個 要叫他 那根據這個關係呢 根據新日本憲法的第98條第一項 你們這個都可以寫下關鍵字 回去可以查一下那個 現在很方便 網路都可以去查這些東西 因為資料太多了 要印給各位也沒有意思 所以你們寫下關鍵字就可以了 這邊有寫到說 跟大日本帝國憲法 的關係 就是寫說 作為與新憲法相違背的內容 有違背的時候 那新憲法的內容跟大日本憲法的內容 同時失效 他沒有說誰失效 是同時失效 為什麼 因為大日本帝國 憲法是新日本國的憲法的母法 母法 如果沒有母法生效的話 那執法有沒有效 無效 台灣會說 新的無色 古的無別 新的跟古的衝突的時候 以新的為準 這個大家要很清楚 這是天皇 當初讓新日本 獨立出去 我講的獨立出去 是他自治 他自治出去的時候 所寫的一個詔書 切割出去 基於日本國總體民意 確定了新日本的建設基礎 我這邊還特別標注了他的那個藍色字 新日本 國民黨都一直叫日本叫什麼 小日本 我們的名字 是誰幫我們取的 父親母親 是我們的長輩幫我們取的 還是說必得幫我們取的 當然是跟我們有關係的父親母親 他才有這個權利啊 對不對 那國民黨你是什麼東西 你怎麼可以叫人家小日本 人家的國民 天皇給他名字叫什麼 新日本 但是他不是大日本 大日本是誰 台灣人 經過 蘇密顧問的諮詢 那蘇密顧問是誰呢 蘇密顧問就是當初的 台灣 大學 現在的台灣大學 以前叫做台北帝國大學 第一任校長叫做碧原坦 就是碧原洗衝浪 日本的那個總理大臣的 兄長 這是蘇密院的蘇密斯 的諮詢 那按照大日本帝國憲法的73條規定 帝國議會表決 這是程序 批准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所以新日本的憲法 他的正式名稱叫做大日本帝國的修正案 那我問各位 這個國家如果憲法還在 他國家還存不存在 存在 那大日本戰爭 戰敗了 他有沒有消失 有沒有死亡 沒有 因為 有一個孩子 還繼續用他的母法 還繼續用大日本憲法 當做母法 去修訂新憲法 在局部的空間去使用 那個局部的空間就是現在的日本 叫做JAPAN 不是The Empire of Japan 不一樣齁 那下面 就是寫上天皇的名字 還有他的玉璽 我要跟各位講一個觀念齁 一個國家滅亡了 重建 或者是政權轉移 由他自己的人民 把自己的 主權者給推翻掉 那經過國際上 那個正式的程序承認之後 才需要自憲 大日本帝國有沒有滅亡 沒有滅亡耶齁 那新憲法是由舊憲法 修正而得 這是白紙黑字的 那甚至可以拿到 天皇當初 讓新日本憲法 生肖的造出 就是這樣子 所以 現在這個給國民黨看 給國民黨的人去看 透過網路去看 他們不要叫人家小日本 他們叫新日本 那跟我們台灣人大日本是不一樣的 就跟加拿大跟澳洲 兩個國家有兩個不同的憲法 54個國家效忠英女皇 不代表說 54個國家同用一本憲法 加拿大必須要施行 澳洲的憲法嗎 需不需要 不需要 那我們台灣人 要施行新日本的憲法嗎 需不需要 也不需要 我們只需要奉著大日本帝國憲法 自己修正一個台灣基本法 那就是跟日本兄弟之邦 我們同一個黃者 可是日本人不能來管我們台灣人 這個關係在 舊基山和平條約的二條 從A到F 全部都是他放棄的東西 日本已經白紙黑字在 除了說憲法的架構之外 他已經在 舊基山和平條約的2B 已經放棄台灣所有的管轄權 他已經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但是還有沒有存在著 這個兄弟之間的情誼 有沒有 還是有啊 血緣是沒有辦法放棄的 這個大家要很清楚 這是天皇的玉璽 跟我們那個造術一模一樣 這個還 現在的目前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平臣天皇陛下 他也是用這個玉璽 這都是流傳的 那當初的那個 那個蘇密燕顧問是 碧恩坦是 帝國大學的首任 那個校長 那他的弟弟是 那個國務院大臣 碧原錫從朗 他就是跟 錫鐵帽一起去定這個法的 他本身就學法律的 然後他哥哥是學歷史的 所以我們在台灣民政府 有兩個重心 有兩個 一定要跟各位講的重心 就是一個就是歷史 蘇密燕就是 碧原喜從朗他們兄弟 所學的東西 一個學歷史 一個學法律 這兩個大家都要去 著重的一個重心 請大家這邊要 那個 留意一下 這是最後一章 這個 有跟各位講過 這是從外交部拿過來的東西 馬關條約 其實叫做下關條約 下關條約 這邊也寫的叫講和條約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所簽訂的合約 國民黨錯誤的教育教育 我們什麼 日本的 那個那個 清帝國的總理 李鴻章 跑去日本國 上權儒國 然後 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然後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很奇怪 這邊白紙黑字是寫 皇帝跟皇帝的關係 不是國家跟國家的關係 他們不懂是很正常的 因為他們根本不懂 他們不是一個很正常的民族 他們不求真 不求實 一直騙 一直騙 就算知道真相也不願意講 就是這樣子 這個請大家 稍微注意一下 馬關條約的前沿 白紙黑字 第一行 第一個字就開始寫了 就是這個關係 好 這關係最近也被拿出來看 那個 新日本的那個 外交部還有那個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又拿出來 重新再翻 不用翻了 這在你們家找到的 這只是我去他們家裡 他自己都沒在看而已 這上面還寫一個Y有沒有 浮水印上面寫一個Y 這是外交部的文件 不是林永承之一寫的 我的字沒這麼漂亮 中國 在兩個國際事件 在 馬關條約 做成之前 台灣發生了兩個重大的國際事件 一個叫做 南甲之盟事件 一個叫做 牡丹社事件 這兩個事件導致 全世界都公認 清帝國 放棄台灣 宣有權 他連這邊說是他的殖民地 他都不承認 不要說是殖民地 連殖民地他都不承認 因為當初的台灣 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六個屯肯區 也不是全部的 西班部的三分之一 不是全部 只有六個屯肯區 是屬於清帝國 來派官員來這邊收稅的 他們中國人 從倉劫造智開始 自己說他自己有幾千年的文化 所有五千年的文化 他們認不認識字啊 他們認識字喔 甚至我們日本 大日本的那個字體 那個漢文啊 都是從那個 中國的唐代的時候 派了遣唐使 去中國 那邊學回來 所用的文字啊 那叫漢字啊 朝鮮也有去學啊 都是唐朝的時候去學的啊 那我們 大日本這邊的字 是唐朝的時候才有的 是那個中國唐朝 相對等的那個時間點 下來才有的 兩千多年啊 那我要請問 中國人啊 透過這網路請問中國人 你們認識字五千多年 日本人還是跟你們學字 那為什麼 清帝國時代 明帝國時代 你不幫台灣人造戶口 你不給他 當然這是給武力啦 你應該不給錢 可是你不給錢 中國人不給錢 其實 為什麼沒有 因為台灣不是他們的一部分 台灣人不是他們的 財產啊 台灣人他把他當成人 看所有他沒有把台灣人造戶口 那全世界第一個幫台灣人 建置主權 建置戶口的是誰 大日本耶 這兩個事件 我簡單描繪一下 這是第一個 事件是羅發號事件 導致了南甲之盟 的簽署 這個是對美國 的一個事件 美國的一艘商船 在俄蘭比外海 遇到 那個 結果那個 船 沉船 然後他們的船員 就游上來 那個我們那個 那個 屏東這個地方 後來 被我們的人 殺掉了 然後東西把他搶劫 那清帝國 他有沒有管這些事情 沒有 他沒有管這些事情 後來美國直接對 排灣族 開戰 所以 台灣 台灣 排灣 其實台灣就是排灣 排灣就是台灣 大家知道嗎 為什麼叫台灣 不是說什麼叫做什麼 台窩灣 那騙人的 騙人的 一開始 台灣這個地方 外國人就叫做什麼 台灣 後來就變什麼 台灣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台灣這個名字 跟排灣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因為你們造就了國際事件 我們 當然那個時代是 我們沒有人告訴我們 不可以去搶劫金髮藍眼睛的 我們把金髮藍眼睛的 當成什麼 猴子 當猴子 動作狗 他也把我們動作狗 他也不要看過黑 他也不要看過這個 互相的文化不來往 也不知道說 人家遇到傳染要幫助人家 我們那個時代也不知道 我們的祖先 那個時代多久 1840年離現在多久 有沒有150年 沒有 反正你們家座的時代就有了 我們家台的時代 你們家座的時代 就是我們的家台的時代 你們可能都給我一支 齁 我們那個時代 不知道說 愛工保護人家的受難者 欸 你知道 經過日本人 把我們 把全世界 阿酒統好的文化 把我們加完後 我們 台灣人捐款 全世界有沒有第一名 我跟你講 用人口比例去算的話 是超過第二名 五倍以上 超過五倍 比第二名還要高五倍 這樣說第一名有沒有很高 很高 我們台灣一隻小孩而已 反正是全世界通責 你以人口比例下去換算 或是用土地面具去換算 我們管理有多少嗎 台灣人不是沒有愛心欸 是沒有人跟我們講說 欸 這樣子是不行的 那個是人 你要把他當人看 你要把金髮男人當人看 你不能把他搶劫 不能把他當猴子 後來 美國派了黑船 直接攻打 台灣的 台灣組 結果他們發現 台灣的排灣組 手拿著原始武器 最好的武器是什麼 拿著陸皮去跟西班牙 荷蘭換的火神槍 換的一些原始武器 比較差勁的武器 美國他們直接拿的是 剛開發出來的毛色步槍欸 那你要不要打 能不能打 不能打 為什麼 因為美國精神告訴他 美國人這樣子是不能打的 不能欺負弱小 大家有沒有看過西部牛仔片 西部牛仔片 兩個 牛仔要對決 是什麼對決 什麼叫做對決 你的武器跟我一樣 那我們的立足點一樣的話 我們互相開槍 這就是法律 當初美國 剛開始的殖民地時代 1760年1750年的時代 那個時候他們就是這樣 槍就是武器 槍就是法律 那我可不可以從你後面開槍 不行喔 中國人專門幹這種事情 美國人有沒有幹這種事情 不行 一定要對決 兩個人互相看 看喜歡一個女孩子 那你爭我奪 後來怎麼辦 啊我們兩個只能活一個 那就來 我這邊有兩把槍 你沒有槍 你拿一把 那我們互相 找個裁判互相開槍 我跟你 我跟你四不兩利 就這樣子為了搶一個女孩子 這是美國精神 這叫什麼 對決 武力對決是這樣子對決的欸 你能不能拿著武器 去打一個沒有武器的人呢 不行 你能不能拿著很插件的 那個武器送給別人 然後自己拿著很優秀的武器 去打別人 可不可以 也不行 這是美國的歧視精神 歧視精神裡面可以寫下來 去研究 這很有趣 英國人也有歧視精神 那英國是什麼英國 大英國寫 54個國家都有歧視精神 這個延伸到座面的什麼 國際法還有國際的人權公約 這個 還比較後面的事情 我這個 還說過的時候 還立體很狠 我來講這個結論 不好意思 1867年的時候 發生的羅法號事件 他說不對 他說1840年是錯的 1840年是 B7年 這是來處理的英國人 這個人是英國人 他幫美國的李先德將軍 處理那個台灣的事物 因為他會講台灣的話 還有講一部分的台灣族的話 也會講一部分的那個北南族的話 所以由他來處理 這個人叫B7 那在1867年的時候 後來怎麼辦 就針對事情來處理 既然宣戰了 那有沒有人戰敗 有沒有人戰勝 一定要有一個戰敗國 誰戰敗了 美國海軍戰敗 誰戰勝 排灣族戰勝 所以排灣族是全世界第一個打敗 美國海軍陸戰隊 美國海軍的 為什麼 因為美國人捨不得打我們 你把他當猴子 他沒有把我們當猴子 他真的把我們當人看 不是像那馬英九那臭傢伙 他真的沒有把我們當人看 把我們趕到那個河川地 還繼續在驅逐我們 我們是主人 他沒有搞錯吧 他真的是搞錯了 那叫做什麼 台灣人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叫做生豬爬走 生豬不好 生豬爬走 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 新聞情後面 以前都有一個職業人 現在都取消 你知道嗎 他如果要審都要審什麼 養豬婦 大家都在養豬 你都在落稅嗎 都在落稅 什麼稅都有在繳 汽車牌照稅 有沒有算稅 也是稅啊 對不對 所得稅算不算稅 也是稅啊 你在做生意的時候 營業稅算不算稅 都是稅啊 那些稅都在幹嘛 養豬啊 所以我們的那個身份證 後來那個職業人已經取消了 原本要寫上養豬婦 這個說了 大家笑比較不會 對啦 不過我講的是事實 我講的是事實 你們看是不是這樣 我的認為是這樣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這樣 再來 驚過四年之後 這個南吃之盟 他定之後 他定了之後 他要求 因為戰勝國可以提出條件 戰敗者他必須遵守 對不對 酌其賭 這是排安組的那個首領 他就說 以後你們金髮藍眼鏡的上台灣 第一個 要繳那個煙草 要繳糖 要繳咖啡 這些東西我們喜歡 要繳一些火藥 或者是一些沒有 來抵衝你們的 上岸的什麼 簽證費啊 是不是 要收啊 對不對 你不能沒來沒一趟來啊 你如果遇到傳難 你沒有東西了 那你揮揮紅旗 我知道你是難民 那我把你送到 六個屯肯區交給清帝國去處理 因為我跟你沒邦交嘛 那清帝國跟你有邦交 那就請清帝國人去處理就好了 好 他們當初就這樣定的 後來 又定了一個 美國說這樣子也不太對 我去 我是捨不得打你 然後我變成我要去 符合你的規章 去簽這個東西也不太對 那他提出一個相對條件 那我買一塊土地 讓我蓋一個燈塔 以後船從這邊過 就不會 打那個暗交了嘛 對不對 針對事情處理 你接不接送 那當然好啊 你要買土地 你要送我錢嘛 那他錢被誰收走 灼漆土收走啊 排灣族收走啊 有沒有給清帝國收走 沒有 那個燈塔叫什麼燈塔 鵝鵪鼻燈塔 那是美國所蓋的 像誰買的土地 像排灣族買的土地 排灣族的土地 是中國的土地嗎 是不是齁 等一下看齁 很精采齁 他們的外交部長 中國 當初清帝國的外交部長 叫做毛長溪 他說 沒有 台灣沒有 請說 台機講 好 好 因為齁 我今天很多人 聽不懂 聽不懂 台灣人 沒關係 你們聽不懂 過了四十年後 台灣人 剛才那個 劉球 劉球的那個 王國 劉球王國 劉球王國 是誰的附屬國 是什麼人的附屬國 清帝國的附屬國 附屬國 所以他去進攻 去進攻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剛才有風台 我們台灣什麼不太 風台太多 一些金髮 我們已經都台來 一些外交的人都台來 我們都獵得 我們以前沒有人 這樣不行 因為沒有人幫我們教 我們還有一些糾紛 他們送的後 我們想說 這 住在我們家裡而已 不是金髮 我們現在看起來跟我們一樣 後來要怎樣 你等一下稍微 我來打一些蜂蜜 請你 問題有的 他就不會聽 劉球王 他聽不懂 我們的元主兵 在說什麼 元主兵在說 他也聽不懂 方向都聽不懂 後來就用 比手畫腳 他說 我來打一隻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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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裡 六七十多人 這麼多人 這裡的東西不夠吃 我出去打 叫他在抹刀 你知道嗎 啊 一本人 看到他在抹刀的時候 我 還想到說 四年前 米人 可能也是 剛才那種 人家在抹刀 你知道嗎 嚇到死了 八起腳撞 大家都說八起腳撞 有什麼意思 腳要跑 趕快跑 為什麼 這個 可能 可能 可能會 可能會被殺掉 所以他很害怕 因為溝通不良 後來就跑了 跑了之後 那個 我們的原住民很熱情 他說 這個不是金髮藍眼睛 是我們 黃皮膚的 跟黑頭髮的人 黑頭髮的人 這應該要來 把教徒等來 請這樣 等來等來 因為手機押一肚 越強 越強 台市都要發生的 後來日本人 後來 後來拿錢 頭髮 哇 我要 台山底車 你為什麼要抹起來 為什麼抹起來 後來還有十幾個人 回去留球 有說這個律書 後來知道這是一個五歲 不過 為了這個手段 現在才知道是五歲 那時候 根本不知道 沒有人在反應 我像之前 還有一個鄙親人 在反應 這沒有人在反應 所以 五歲很大 不然 留球王國 四十幾個人 這事情要處理嗎 要處理 因為 你知道嗎 流球人每個人都有照顧口 大家都是國家的補背 絕對不能打到一個人 一個人 我絕對用全國所有的力量 來討論 這就是國家 美國 如果一個登山者 還是一個 探險家 去在瑞士的山脈 在滑雪 或是在登山的時候 剛才有問題 他沒有計到說 這個人是計到多少錢 我才來救 如果林志玲他計到這幾個月 我才來救 有這個事情 沒有 絕對是派一團人去救 更辛苦 都要他救出來 不計任何代價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的人 這是我的財產 我捧見一個人 整個國家捧見 是怎樣 人會這樣想 我國會報告 西方人 尤其那位 以色列那邊的人 他們說過一句話 救一個人 等於救一個國家 等於救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 一條命 就是 一條命就是一個國家 這是我們要去知道 你如果 用的時候你可以去看 那個 那個 有一個影片 叫做新得樂名單 裡面有說這些東西 條件來了 台灣人已經答應了 美國這個條件 是用 什麼叫做國際條約 國家跟國家定的條約 叫做國際條約 那個條約現在還在 美國的國會圖書館裡面 有一些賢拜 你們如果有一些特殊關係 可以去查閱的話 應該可以去看得出來 那麼 何老師他本身 爸爸就是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 那個 那個 那個長官 所以 去看到一些東西 我們真正知道的一些歷史 石門古戰場 在 在 南甲之盟 在南甲之盟之後 四年 發生了這個事件 就是跟琉球的人民 發生了一個 齁 那琉球原本是清帝國的附屬國 去找 清帝國 講這個事情 請你去管理好 你的屬地 那個台灣的那些人 好 結果他怎麼講 他怎麼講呢 他怎麼講呢 為什麼 你我的附屬國 你小孩 我說你尊小 你不用跟我講 你不用跟我講 一些五四三 他就用以上對象的那種字 來去壓 他 流球的人民 流球王國的國王 那時候叫做尚崑 他們叫尚崑 和尚的尚 尚崑 最後 沒辦法 他為什麼 我是你的附屬國 問題 這個國家是我在獨立 我可以死這麼多人 我都沒有去處理嗎 可不可以 平 想辦法處理 要怎麼呢 日本 身出元首 大日本的帝國 身處元首 說 我幫你做仲裁 我幫你處理 我還記得四年前的時候 那些金髮 美國人 就去頂著南加之盟 而已 所以在台灣 只要把他 就不可以抬 為什麼台灣人又抬 要求他們賠償 最後 就去找李仙德將軍 就是南加之盟 這個將軍 南加之盟 這個將軍 他就用他個人的身份 用他個人的身份 帶到日本人 跟留給香港的人 去把青帝國 的外交部部長 那時候叫做 毛廠西 他的名字叫毛廠西 就說這個東西 後來 毛廠西怎麼說呢 台灣身份是我話外之名也 法語不法為貴國之才之 羅法號事件的時候 李仙德去找他怎麼說呢 台灣身份 血居柔處 為王話所不及 法語不法為貴國之才之 四年前說這樣 四年前也說這樣 請問一下 青帝國有十二次的國際事件 否認擁有台灣嘛 有沒有 有 全世界都在看 一個對美國一個對日本 所以我們知道 為什麼我們這邊要插著 美國跟日本的過去 這不是一個偶然事件 日本跟美國他們很清楚 台灣到底是什麼 我們是叫國民黨 生人生到自己都不知道什麼人 還在拜祖先 你知道你拜祖先是對自己的嗎 你用中華民國的信任去拜日本的祖先 他要跟你信任嗎 不跟你信任 不怪不會保備啊 你如果用日本地國 恢復我們自己真正的身份 回去拜祖先 祖先會給你感應嗎 對 這才會感應 不可以拜不到祖先 我們的 新主牌子上頭 我們的祖先牌子上頭 大了是我們的祖先 叫阿公 不是江公 你是和江公港國 還是和你的阿公港國 和阿公港國的政客 不可以和江公港國 那個國家無疑 所以 我們剛才可以看清楚一個 真好笑的事情 要做錢 要外交不上 要說這句話就好了 法語不法 為貴國之才之 很好 所以大家 不用想說自己 無事就掛一個教育 沒關係 我們從頭上學 不過我們學這個東西 我們把以前阿公阿嬤 那真正的日本人的精神 求真求實 腳踏實地 不可以和錢人用 碰巧文化來騙 明明是藍民 跟你說是農民 你不是農民 你走下來這裡 誰跟你說 我每個月都有麥克風 我還有18% 你看我比你還好 所以我是農民 我榮譽阿 他們榮譽是這樣子 導因為果 導因為果 就變成 他們的一個做法 所以青帝國在這兩次 國際公開 否認擁有台灣的主權 這是影響台灣 在馬關條約 簽署之前 一個很重要的兩個 國際事件 日本國的憲法 這是日本國的憲法 這裡的天言 我來也各位聽 日本國 日本國民 國心通過正式選出的 國會中的代表來行動 為了我們跟我們的憲寸 為了我們跟我們的憲寸 和各國人民合作 來處得 成功和自由 對我們全國的憲法 全國人民的憲法 消毒 因為政府的憲法 聽好 是因為天皇的憲法 還是因為政府的憲法 政府的憲法 消毒因為政府的憲法 來發財處 發生憲法 來宣布 租款 租於國民 我們看這裡 你知道租款有分什麼 主權有分什麼 主權的所有權 還有主權的什麼 管理權 天皇擁有主權的所有權 他有沒有擁有 主權的管理權 不見得喔 你是公司的董事長 你怎麼每天工作都在做 沒有啊 你可以請總經理嗎 對啊 請總經理請他做 請他做 請他下面 你如果做不去 7的部門 8的部門 11的 都把這個工作做好使 把國家給我理理好使 把公司給我理理好使 這樣 老闆覺得真的都要去 每天要 我們台灣人說 好長賢公錢 不必喔 所以 這個就是一樣 同樣一個結構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簽署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1952年的4月28號 4月28 1952年的時候 新日本去簽署的 還是大日本去簽署的 新日本去宣署的 那他有沒有代表整個日本 沒有 沒有齁 這個大家要很清楚 時間很重要 時間很重要喔 不是以前 不是我現在有的 我代表我以前就有這個權利喔 我跟我們太太結婚進行 她還沒計劃進行 她是我的母 不是耶 她要計劃才是我的母 我官民真的還要切大廳 去請他們 我們家的親家 我們家的親家 大家分享 告訴他們報告這個好消息 沒人家反對的時候 剛才把母帶回來 還是說他做孩子的時候就是我母 你有那麼厲害嗎 不可能會知道 時間很重要 歷史很重要 這個時間點很重要 日本 新日本是先脫離大日本之後 再去簽署條約 所以有沒有代表整個大日本 沒有 那他有沒有代表天皇 沒有 你怕他 如果有法度 去打敗 加拿大 一個國家 要是要叫他加拿大的總理簽署條約 還是要叫英女皇給你簽署條約 不好意思 你可以找加拿大的總理給你簽署條約 因為沒有代表54個國家都敗給你 其他53個在反省來討 所以全世界有人敢把54個國家的大英國協宣戰 有沒有人敢 阿拉到你好檔試試看 好檔試試看 我們台灣人不會啦 我們會懂法令我們就不會做這種事情 現在日本國的憲法 新憲法 一共有11章 103條 修憲之後的新日本憲法 重點在於第9條的放棄宣戰權 並增列西方普世價值的男女平等權 你知道嗎 在日本的帝國時代 女婦人是沒有參政權的喔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不是看女人不起啦 因為不敢讓女婦人去修憲 因為你知道嗎 你有權做決定 你就要有權去執行 你如果要決定就要去跟人家做 不可以決定 叫扮女兒去死 扮女兒去死 扮女兒去怎樣 死不了 不行這樣 有參政權就有參政權 所以那時候 我們說 日本人大男人主義 其實不是 是疼少女婦人 不敢讓女婦人去 你要做決定 跟我們舉手表決 結果你自己撈跑 可以這樣嗎 不行齁 你就要來問問 那女婦人 我們不敢 老在團友台 我們女婦人在前世沒見 為了這個國家 為了這個家庭 為了我們的社會 為了我們真正的國家 女婦人的命 比較無價值 所以女婦人有參政權和參戰權 當然是這樣想的 當然這是歪理 那是我母親給我 說我這樣 當然不敢這樣 現在是什麼社會 男女有沒有平等 有 我們家還是女權為大 我們家 我們家要吃什麼 是我母親說的算 不是我說的算 母系社會 本來台灣的母系社會 我們竟然漢話去 其實不是漢話 竟然漢話 我們以前又留辯子 日本人來管的時候 又漢話 老一條月有沒有 那什麼 努力啊 那個努力啊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 這部憲法 台日本帝國憲法 到現在已經停止 溫暖67年 已經脫離那個世界潮流了 要不要去修憲 要不要 要去修 這台車 放在車口 放在車口 放在車上 油乾水乾水乾水 他才會怕 不會怕他 你要重新加油 重新替他提水 他才會營燉 所以我們來修憲 那個 第一個修憲 我拿著拿著 請你們後面 你們 大家都有機會 可以去選到 以後的台灣基本法 修憲的委員 我要向你們拜託這件事 我沒有交代 女權要給我老爺來 我等於凡事 我等於凡事 這開玩笑 我沒有交代 我沒有交代 開玩笑 這個我沒有交代 我們說這個 台日本帝國跟日本國 的修憲史 1890年 大日本帝國憲法施行 再來年表 請你們給大家 每年要排這個年表 再來1895年 下官條的台澎 永久各讓於日本天皇 所以大家剛好看到 是由天皇 不是由日本 大英國寫的女皇 跟英國的女皇 有沒有同一個 同一個 可是他法律上有沒有同等級 不同等級 這大家很清楚 大英國寫女皇 是54個國家的女皇 英國女皇 是只有英國這個國家的女皇 不一樣 所以 大日本的 天皇 跟台灣的天皇 可以同一個問題 他們的 外界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現在的日本 憲法 甚至沒有效忠大日本帝國憲法 你會怕嗎 你會怕一條 你們絕對怕一條 我打工的時候 日本人也怕一條 不然他們說 這次要請阿伯 起來的時候 要來修憲 他們這怎麼修 還是新日本 我是放他們說 修完之後 先效忠 把那個國軍 把那個你們的自衛隊 改成國防軍就好了 不要改成那個黃軍 你們沒主意說黃軍 黃軍是誰 我們台灣人猜就叫做黃軍 你們知道嗎 全世界的公共和軍隊都叫做黃軍 加拿大 它效忠英女皇 所以加拿大的海軍叫什麼 加拿大 皇家海軍 澳洲 的海軍 叫做什麼 澳洲 皇家海軍 他們的親戚兵叫什麼 皇家親戚兵 都有加皇家 這大家很清楚 所以我們以前叫做什麼 台灣軍叫做什麼 紅軍啊 我們就是紅軍啊 現在的日本兵叫什麼 現在的喔 叫做智慧隊 好難聽喔 我沒說好難聽 等於我去看修理 我去看拖 別開玩笑 大家比較不會睡 再來 一百九五年到一九一五年 生了我們孫行 就是十八年孫行 這叫我們的貴博師 他是專家 他可以跟你說 我清楚 這我不能在 人家說什麼 不能在爐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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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那個啦 玩那個啦 大日本帝國全台政府 這叫做軍政時代 一個國家 一個地方 一個地區 殖民地也好 要從殖民地變成 領土 有他的固定的程序 就是軍政時代 訓政時代 還有一個憲政時代 軍政時代叫做征服 征服時期 訓政時代是什麼 叫做占領時期 那憲政時代呢 就是憲政時期的 不一樣 這個孫行 都在花20天的時間 打到世來的孫行行 叫全台征服 大日本帝國 全台灣 所有 國政 都是我們以前說的 高山的 一個叫做平地的 平地的有12個族 然後高山的有14個族 其實我們這個叫做 在大日本帝國時代 叫做高砂族 為什麼叫高砂族 這沒有歧視意味 因為是住在高天園 神主的鄰居叫做高砂族 誰住在高天園 日本他們的古早的祖先 就是住在高天園 就那個時候 這說到那裡去的時候 說什麼三個說不完 我都帶回來 繼續說 所以 去年 五月切勒的時候 國民黨的中常委 叫做廖萬龍 他很有錢 台灣的烏鋼大王 我如果在這裡說 頭過的忙碌 不然你聽我幫我告 你會把你用成告 我看你有說過這個話嗎 他說什麼 原住民很多什麼 雜種 我還會報告 不是雜種 他們說什麼 我們很多原住民 都去討論日本人的痛 為了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政府有兩個模式 這叫做自然法 從自然法所衍生的兩個模式 第一個叫做 政府就是戰爭 藉由戰爭模式 第二個叫做什麼 藉由痛分模式 所以很多 日本人知道 馬關條約 頂頭 只有三分之一 在台灣 是清帝國 只有三分之一 是什麼人 原住民 他要來拿回 他要來騙照 這些 這些土地 這些租款 要怎麼做 很簡單 把他的公主 寄來給你們 做台灣人 做媳婦 把你們的公主 寄給他們的貴族 做王妃 這樣叫做什麼 貴族通婚 國民黨跟我們醜話說什麼 雜種 很難聽耶 這是很難聽的一句話 這是很羞辱人的一句話 屬實上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 很多都有 台日本英國 王族的系統 日本現在很多貴族 都有我們原住民的系統 這樣才會正確 不能帶有批判的意味 這個雜種說很難聽 這是廖遠人都說的 我聽我搶他的名字 可以告訴我 你看看有沒有說這句話 大家應該有記憶的人 尤其 我們的高砂族 絕對都還記得這句話 其實 他講的是事實 可是他講得很難聽 那事實是什麼 我們才是真正台灣的貴族 而且是日本的貴族 這大家要知道 再來到一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三個七 這就是殉政時期 占領時期的殘領時期 這要做什麼事情 要讓你們學 大日本帝國的文化 要讓你們學亞洲最近部的文化 最近部的技術 統進部的技術 因為全亞洲 當初像日本 有去接受 有歐洲的工業革命 又參加他們的文藝復興時代的革命 所以我自己出一個 很厲害的 學生啊 叫做什麼 丹青鋪 日本時代的丹青鋪 很有名 他敗五的日本債務 結果他的法風 跟他的債務全部都押落地 你們五的債務都說 我這個學生 搶了我 大家都跟他講 好可笑 但二十八的時候 叫做工業革命都打掉 跟他抬掉 那不然 真的有很多作品下來 反正會比 泛骨更厲害 比泛骨更厲害 可能是亞洲的泛骨 應該說 泛骨會變成 歐洲的 沈沈坡 反正是這樣 主導性我們要拿回來 搞到1945年四月取得的時候 台日本帝國天宏 用教書 讓台灣人 參 所有人民 擁有參政 參政權和參政權 什麼人做參政權的代表 都做七個 都做七個代表 那參 不好意思 我說得不對 都做五個參議員 三個參議員 五個眾議員 三個參議員 五個眾議員 裡面又包括大陸的三個參議員 還有什麼 林憲動的選事 林憲動的選事 林憲動的選事在送什麼 送你們台灣獨立 結果二百的時候 發生事情 他都要去哪裡 去日本米 你如果不去去中國米 很奇怪 他也知道 中國不能住人 他自己覺得是人 二百的時候 很多 當初是去養 那些人 全國都會 過一年比較多 沒兩年 台灣 變成台日本 帝國 既有領土 內地延伸 憲政時期的開始 要注意 這個時間點開始 台灣總統府的官座 派任權 我們本是由天宏派任 台灣的總統 不然變什麼 由什麼人派 由日本國 台日本 帝國的政府 來派 內閣總理大臣 來派 為什麼呢 因為憲政推行了 天皇不需要直接 用他的拓殖權 去任命總督 不需要了 這也是 古今三合併條約 吉田茂裡面 六條底 為他 一個東西 叫做官製派任權 他有全部都沒有去 不好意思 他等到那個記是什麼 官製派任權而已 因為他已經 早就已經脫離 大日本自治去了 不能說他獨立 自治出去了 他現在的效忠是 不完全效忠 叫做二維效忠 到1945年的八月十五 台日本帝國導航 大家注意看 我們是在四月設立的時候 天皇頒報教書 讓我們變成 台日本帝國的新民 1945年的八月十五 台日本帝國導航 我們導航有導航嗎 對於導航 鳳堤導航 我們就是導航 我們是真心者 真白者 真白者 我們的阿公真白者 我們變真心者 不然我們可以去政府 這很奇怪耶 這個很矛盾耶 你會記得 你阿公是日本人嗎 因為 你要去慶祭 現在台灣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去美國後 美國那邊 露民靈 要求中華民國 台灣 其實不可以說 中華民國 應該說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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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政府 要全部 給台灣人方便 把日本西台 全台灣連線 以前要請到這份 你知道要走哪裡去 要走到阿公阿嬤大 的地方 才可以請到 中華民國 哪有對日本這麼好 我給各位報告 沒有啦 那不是美國 在後面說 他要做 他絕對不做 什麼人在說美國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去顧美國 用修法 去講 用國際法 去講 他都要做 這就是要讓我們 人造全種用的 一定要請到這 所以 代表我們 在日本時代 日本人 把我們做後面 我們的阿公阿嬤阿祖 都是日本人 我不是 當初是 對中國那邊 走來的人 外面有人說 啊 很多喔 他去創營文博書 他說這樣 我們台灣人 其實是 十七台十八台之前 是 對中國那邊來的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聽下去 我還說他報告 你怎麼知道 什麼叫做簽證 你不要聽過簽證 人請你去唱 簽證 去到一個國家 要不要簽證 要 要拿著護照 然後取得簽證嘛 對不對 你知道中國什麼時候 就有這個東西了嗎 在唐山帳 唐生啊 你知道嗎 唐山帳西遊記啊 唐山帳 去到別的國家的時候 要拿什麼 杜碟 杜碟 你們可以去看這個東西 所以 加你們一些錢人的東西 他們自己寫的 不是我利用城去那邊 他們的西遊記 不是利用城去 去給他寫的 是他們自己寫的 那些東西叫做杜碟 杜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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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收過蚵子到來 你的杜碟拿出來看看 你拿不出來 你是什麼 非法入境 請問一下 我們台灣人 對一個人拿出來說 我們是對中國受盪的人 有 沒有 可能有很多人拿出來 連前生死 因為他在中國出事 他是在中國出事 他不是台灣人 他在中國出事 他如果沒有 是什麼人 中國人 不是台北本帝國的人 他是分學 其實也沒有分學 我不知道他是純種還是雜種 不知道 用我們的說法 不知道怎麼說他的東西 再來我們繼續看 1945年 10月 他在中國 台北本帝國 台灣總統府 叫做 金蓟碟的政權改善 你有覺得很好笑嗎 金蓟碟 他可以去干涉別國的內政嗎 可不可以 不可以耶 他自己還是在聯合國裡面的常任理事國 難怪他不是被人家提出去 為什麼 不能介入別國的內政耶 當初的台灣總督府是什麼 是大日本帝國的台灣總督府 還是你中華民國的台灣總督府 大日本帝國耶 今天你澳洲總理 不喜歡紐約市市長 你可以直接把他換掉嗎 宣布 澳洲總理 然後因為某某事情 然後跟那個美國紐約的總理 那個市長發生了一些糾紛 然後 從今開始宣布 紐約市的市長下台 這不是很好笑嗎 紐約市的市長 有沒有在台上 關你澳洲什麼事情 一個國家不能介入別國的內政耶 就庫比說 他剛才在說齁 法語不法為貴國自在之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小小不是我的小小 你要說 要跟他講的事 要跟他爬是在你啊 我就不用問我 因為我沒有爬什麼 法語不法為貴國自在之 如果你的小孩 去跟台灣拔了 阿共抓到 你也要處理嗎 啊 啊 或是跟他講 到我一點點的關係都沒有 要怎麼知道 人家中國是這樣說的 他們為什麼 一點點的關係也沒有 和福晉也沒有做 和那個地資金本 我剛才是說 我們只是做這個 這個地資金本而已 和土地資金本 日本人都 一吋一吋的把你量起來 全部都很好笑 全國他們什麼事 你們中國人不認識字 沒有幫台灣 丈量 土地的面積嗎 一個憲法 所規範的 最主要的主權 有兩個東西 他的標的有兩個 一個叫做人民 一個叫做 土地 你不知道你的土地面積有多大 你不知道你的家裡面 住了多少人 你怎麼當副長 你怎麼樣宣布你在這個地方 對這個地方騎去 我有這個 家庭在這個地方 啊我的 福源有多大 還是怎樣 全天下墨飛王土 那就是中國人的訴訟 全天下墨飛王土 全世界都我的 所以 中華民國的憲法第2條 是什麼 主權在民 所以中國人 移民去澳洲 澳洲變成圖 走到台灣 台灣變他的 走到美國 美國不會比他的 主權在民 只有他主權在民 只有他主權在民 很好笑 這叫做 流氓 合法化 流氓合法化 再來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 我們一九四五年的春天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 日本國的政體草年修憲 台日本帝國的天空 尋釁 日本國的國境 聽好啊 就地塌坑 這段馬關大學頂頭 會看到這次叫做就地塌坑 日本國的正正的領土範圍 比照馬關條約模式 就地塌坑 法理上 兩個天皇的切割 誰跟誰切割 天皇自己跟天皇自己切割 什麼叫做天皇跟自己跟自己 那叫自然人 他的法人呢 是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跟新日本帝國的天皇 在做交割 雖然是同一個人 不過是 不同的一個身份 不一樣的新聞 是怎麼他要親自就地塌坑 他沒辦法像馬關條 派一個總理 大陣去辦這樣就好了 因為大日本帝國全壞 全體內閣死的死 自殺的自殺 竟然親殺的親殺 他們不是用親殺啦 不好意思我說不對 他們是用自義啦 做絞性 美國是用絞性給他們處理的 我們都有去查這些東西 絞性 但日本帝國沒有親了 因為那些人都怎麼死 新日本的憲法沒有向上 可以派工作嗎 你若是一間公司 A公司的老闆 你可以隨便派B公司的員工 工作嗎 你會當搶口的收拾 來 你去幫我把搶口的東西都搬出去 他就真的把你搬出去 你會做這種事情嗎 除非他是你真正的員工 他對你效忠 你發他薪水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所以 新日本的憲法沒有向上 但日本帝國的天皇也沒有向上 新日本的天皇 所以他們的 憲法叫做 沒有效忠狀態 二違效忠狀態 懸置狀態 所以沒有人 沒有人 好做 要怎麼樣 大家都百天死去死 這要死去死 這要死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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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關好牌嗎 沒有關好牌 要怎麼樣 要去照地他看嗎 要 我們本土台灣人自己都 本身應該都去接受到 那個 我們自己的人的土地 因為 我們就住在台灣 我們是這裡的主人 所以我們很多都有土地 你們買不土地的時候 要去訂蓋子嗎 要捏 還是說青菜 微微就好 就好了 你要不要去 打蓋子 來做 定切 都要做 這叫做完成程序 整個完整的程序 我和我太太結婚的時候 不是嘴巴說的而已 不好意思 要先訂婚 每次去吃 對不對 然後 我又帶他去看 他愛的東西 然後看他 後面要住在哪裡 要去穿好 然後完成程序 我們長人 將他的女兒 到來 在婚禮的時候 到來我的手 當大家的面前 把我們祝福 這樣 我們這裡有 變成人的女兒 這樣 我太太 那個小姐才會變成我的太太 這要完成程序 你可以說一隻 這樣 跟生的女兒嗎 可以嗎 不行 這已經違反程序 所以這個叫做 不合法 不符合完成整個 合法的程序 沒有人都會再補 有人說 現在比較注意的時代 有的人都先有後婚 這個部分 講得理題了 不過我講完 這部分 那是被 目前是 被允許的狀態 可是 不是一個很正常的狀態 我們還是 有那個 當初原本的 一個傳統的法條 一個 那個 不成文的一個規定 再來 台日本 1942年 11月13日 台日本帝國天宏 簽署 統議日本國的受限結果 日本國 從這個時間開始 脫離台日本帝國政府 沒有包括 台灣跟平衡 天宏 來打過台灣 平衡的土地 沒有 沒有 這就是煎熬 為什麼天宏 不來台灣的原因 因為 這個地方 沒有要給新日本 這個地方 他要留在街上 他跟我們全社會 我們都在整理的 靈靈 我們靠國民黨 靠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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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國在台灣這裡 天宏 聯合國 戰勝者 聯合國是打敗大日本帝國的人 不完全是美國 聯合國 他是戰勝方 現在的日本 在戰勝方 還是戰敗方 在聯合國的誕生分裡面 沒關係 沒關係 這個我們 以後會慢慢的 做 那個 那個 進步 來 一九四九年 十月 台娘的 台娘的 政府 因為政變 靠 某特東 你有沒有夢 藉由內戰 位置結束狀態 對外宣稱難民 對 內稱為農民 賴在台灣不走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823砲戰 你有沒有聽過 政經後 有那個單打雙不打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我今天要跟他摸 馬在魚 我們來那裡砲地 後來又跟他摸 有這事情嗎 單打雙不打的 有做過兵的請你去手 這裡 阿伯都可以跟他討 以後都可以跟他討 可以跟他討 可以跟他討 沒關係 單打雙不打 那在做什麼 演戲欺騙美國英國 那個聯合國那些國家 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單打雙不打 這個 國共雙方在演戲欺騙 全世界 你知道嗎 823砲戰都打多久 是每年8月23號 打工 叫做 每年打一仗的 823砲戰 還是單打雙不打而已 我跟各位報告 你們去做過兵你們就知道 823砲戰都打了21年 內戰位結束 所以 有人在追殺他 誰在追殺他 毛澤東在追殺他 所以他不能夠回去金門馬祖 待在台灣就不走 這是他的合法藉口 那美國也 就順勢而為 因為美國希望 在冷戰的狀態之下 保留他在台灣的一部分的軍力 防止他從海 那個 太平洋這邊 出去找美國的麻煩 所以 你就繼續待在這個地方 他不知道說 他把這個軍門 跟我們台灣人作為 欸 這個軍門還沒辦法 我們台灣人叫假勝的 他自己不敢違反國際法 結果 派了一個敢違反國際法的 不是人 的政權 來欺負我們台灣人 單打雙不打 為什麼 那你演戲的 對 如果真的要打 怎麼沒機會打台灣 二十一年都沒機會打台灣 一槍一砲都沒有打上來 真的是 蔣公的神威蓋勢嗎 那這樣 如果他那麼厲害 他就不用走來台灣 反攻大陸了 一開始 阿強他就沒機會了 那不是 他如果真的是 民主的救星世界的委員 這樣中國取逐 不就見頭了 十幾個人趨逐 十幾個人趨逐 表示那個人怎麼樣 混蛋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是混蛋 中國人知道是混蛋 所以中國人 今天 我們台灣政府 對中國人 沒有什麼受訓 不過我們分分一點 你們中國人 沒有吃的本素 待會讓我們台灣人吃 這是什麼義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義 繁體制 你們中國人都沒有用這種義 這樣 結果待會兒我們台灣人 學 當然包括我 這就是一種義毒 我不相信說 我們台灣 後面站去的時候 我們後面的孩子 學到全世界都沒有人知道的 文義 你知道嗎 全世界沒有人在學這種字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甚至日本 甚至越南 很多人在學中文 你知道什麼是中文嗎 簡體字 他們中國人用簡體字 是只有逼我們台灣人 吞下這個沒有人要用的繁體字 這樣有道理嗎 他自己沒有要抵 今次就 結果把今次就 管我們台灣 叫我們台灣吃到飽 真可惡 這就是中國 可惡的地方 我對你們沒有人好受訓 不過 請你把你們中國 沒有要愛的本素 包括文字 包括你們沒有要抵的文法 都清清回去 你們要愛 麻煩去平坦島那 慢慢撤 如果沒有要 不好意思我們台灣人 要做進步的國家 要做進步的人民 再來 我們繼續說 1952年4月28 古今山河河河河河河 日本國的吉田茂放棄 大日本帝國 台胖主權 這叫做片面切割 我們台灣人敢有人同意 沒有耶 日本國的憲法敢有包括我們台灣 沒有耶 沒有包括我們台灣 沒有包括我們台灣人 為什麼 當初新日本憲法制定的時候 裡面的 整個合決的 那些議員 有沒有包括台灣人在裡面 沒有 所以沒有包括台灣 這也是另外一部分 再來 日本國的政府主題 台日本帝國以外 吉田茂花新聞是什麼人 有什麼東西可以 저기 他已經回歸了 已經離開家庭了 進來辦這個身份了 另外 他 遷了菊 willing山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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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戰勝方 盜獲這個協議 拿來的戰敗者 是這個結果 1972年5月15日 台日本帝國留給民政府改善 你有覺得很奇怪嗎 如果 台日本當初的股金算 有代表建國的台日本 你也注意了 1952年的時候 不是放到1972年的時候 過20年才在自由 為什麼過20年 因為股金算合併條約 不包括台灣也不包括沃克娜 所以沃克娜 現在是在台日本帝國的憲法 還是在新日本憲法 台日本帝國的憲法 跟我們同樣 不過他有 看我們去參加他們 主權回歸 主權哪有回歸 你只是換一個佔領者而已 美國是戰勝方的美國 藉由那個托管權的轉移 用三億兩千萬的美金 賣給現在新日本而已 他們是什麼 現在新日本在台 聯合國裡面 只是轉換一個 戰勝方的一個轉移而已 他的戰領權的一個轉移而已 留給有 真的獲得真正的主權回歸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現在沒有 所以 現在他們 我們這樣說 日本國 他們的憲法 已經開始在 運轉 要廢線 有人說要修憲 有人說廢線 載他們 離到出道了 要回去不回去載你 我沒辦法去幫你擺檔 我的擺檔 你擺盛還要浪泡 要回去不回去 他們去處理 這個保安我們台灣民進府 去監察 不過我們樂觀其成 北京的憲法 知道他還有一個憲法 但這個世界上200多個國家 還有一個憲法 是 台日本帝國裡面 真正的主人 終於是誰你知道 過生 南海那邊 救援 現在是唯一的繼承者 什麼人 台灣人 就是在古今三合併條約的2F 新南群島 新南群島 不過那不是我們台灣人的 那是台日本帝國的台灣人的 你要生新人 你是台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你現在可以去繼承 台日本帝國的台灣人的 財產 還是用中華民國的台灣人 不行 是 對一天 歐巴馬前來台灣 說我也是台灣人 我也要本一份 你是美國的台灣人 我們何老師 我非常驚訝 他就是 美國的台灣人 那以後 他希望變成台灣的台灣人 好不好 當然好 當然可以 他替我們台灣民進府做很多的事情 我們也要感謝 所以他 大家鼓鼓鼓鼓 感謝 何老師 所以我們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們要需要很多人 跟我們共同的努力 這不是夢 這都是法例 是怎樣 褐水鐵 你怎麼聽過這句話 不要說過這句話 台灣的歡迎是什麼人開的 國民黨開的 欸 我們台灣民政府 在美國 用美國歡迎 告美國的政府 再贏 第一 起訴的時候 憑什麼起訴 我可以沒問題 關你們的事情嗎 可不可以 不行 不可以喔 聯合國有一個原則 不能介入別國的內政喔 司法管轄權 他也是屬於內政喔 你不能去說別人的孩子 別人的孩子 他去逃避時 他沒有逃避你的東西就好 你沒有主張 對於你是警察 還是說你是出租 你去逃避的東西 是不懂的 比我兒子去逃避的 第三者 不是我們家的人 也不是出租的人 可以跟我們兒子說嗎 不可以耶 可以跟我們兒子抓嗎 也不可以 對於是先行犯 啊 是什麼 原因 台灣 用我們台灣人的身份 去顧美國 他願意受理啊 因為美國 有沒有擁有 台灣的司法管轄權 有沒有 有 所以阿扁要放出來 有很困難的嗎 他就是莫丟丟 中華民國的新主牌 莫丟丟 說我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啊 我認為中華民國的薪水啊 所以我的錢 拿出來都是中華民國啊 都是這樣啊 我相信也是中華民國 你沒注意看 怎麼國民 國民在當總統耶 應該國民在當總統才對耶 是不是 他都沒有分清楚 他是什麼事的 法律事的 其實不是喔 建修事的 那特色特色的腳踩 不怕 不知道死的 好 做事的好賣 不過我們做事 對於 當初是對於 非常大的一個希望 結果他讓我們失望 讓我們失望 我們對他有很大的 當初對他有很大的期望 結果他讓我們失望 甚至讓美國失望 那只好 由台灣人自己站起來 組織民政府 藉由 司法管轄程序 重新切入美國的司法程序裡面 要求司法部 因為 美國的司法 他也不能干涉政治喔 他不能干涉那個 那個 沒有任何理由去干涉 那個 政治行為喔 除非什麼 有人受害啊 就是這樣子嘛 我們在這個地方 1972年5月15 台日本 帝國留給民政府改善 編入 日本國的沖繩線 欸 時間點很重要耶 我說過 時間點很重要耶 過20年啊 再回歸 這樣你的 就算和平條約 有沒有包括流球 沒有 有沒有包括 新日本的憲法 有沒有在流球實施 沒有 甚至他們現在的法理地位 跟我們台灣一模一樣 結果他也是叫做冠民藥 我們是叫國民黨給我們煮肉絲 他叫什麼人給他煮肉絲 叫新日本人給他煮肉絲 結果他什麼人 留給人是台日本人 跟我們一樣 我們都叫做肉絲 不過他也沒有脫離大日本的 所以他在那個地方還可以主張說 我擁有大日本的臣民身份 我願意再重新建置台灣民政府 欸 流球民政府 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他完了 我們生了啦 我們台生 因為我們去過了 他如果要站起來也歡迎 我們歡迎說 我們兄弟之間 大家做回來 齁 為了戰爭 我們各個國家 四分五裂 一個國家 四分五裂 亞洲統共的 比作亞洲全部都在用 都在用無料的一個地方 台灣人 競爭 日本人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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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沒有做那麼多 那麼多肉的事情 結果他都什麼 好話不說都說肉的 都扭曲 齁 啊 競爭這些都沒有話好 都不說話 時間的問題 我繼續跟講完啦 古金山和平條 它又好像局限在新日本 新憲法的日本國的證據 就是這個東西 齁 不然 不包括台灣 也不包括留給 那有包括 整個 就是我們和平條約 我給我印出來齁 整個就是我們和平條約的 2A到2F 有沒有 都沒有 齁 所以包括千島全島 包括 那種 台灣澎湖 包括朝鮮 紀州島 這個部分 還在大日本的架構裡面 和平條約 一起去知道 麺麗RIS 阿平 他選擇 �영 他選擇 省 他選擇 戰敗的聲音就沒辦法 沒辦法再生一個新的日本憲法出來 所以沒有戰敗 他戰敗,不過他的憲法沒消息 只是用玄字調起來而已 台灣平衡沒有因為人好 有效的法律文章 包括古金山合併條約 包括 馬英九 今年施工的什麼 做 台北條約,台北條約 中日,台北條約 哪來的中日啊 根本沒有中國啦 他不是中國,他是華 華日,上面不是寫華日 上面是寫中日 不好意思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是誰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來簽條約 不好意思,沒有 所以那個條約有沒有消 沒有消了 脫離台北國的憲法結果 你是日本國脫離台日本地國的結果 提早,提到自由 台灣人聾到國民黨和民進黨連手騙 騙四、五十年 變成這樣 台灣要獨立,台灣要獨立 你跟爸爸都不知道什麼 你要去價錢財 你的主權哪有在哪裡 Sovity 的主權哪有在哪裡 你跟爸爸就找不到 你說你要獨立 你要獨立嗎 你要獨立 本 主權內 給這個國家 所成立 不是獨立出去了 哪有獨立 不然獨立,國民黨騙去 統、獨 都是獨 統跟獨都是獨 那個後面那個獨是有獨的獨 有獨 大家要記得 大家要記得 目前現在台日本國主要的政體 只有獨立 台灣民進府而已 台灣佩洋軍島 目前是台日本帝國唯一的貨長 日本、琉球、北方蘇島、北方蘇島、北方蘇島、新南村、新南軍島、甚至庫月島 還有以前我們的 南、北極、南極的、拓航的地方 全部都是我們的 都是我們台日本、台北、台灣佩洋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要把它唱起來 中國那邊不敢再說了 不敢再說他們是 那個神聖不可 台灣是他的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現在該講什麼 叫做核心利益 這叫做核心利益 他的核心就是以 國民黨跟民進黨聯手的核心 創造他們的利益 然後把台灣錢 把四大基金 下去負盤 然後把一些錢 歐棄了 你想什麼 什麼人去負盤 他怎麼把錢拐走 如果沒有人去負盤 他怎麼把錢拐走 沒有人把錢吞這麼多的股票 什麼人吞 政府吞的 中華民國立法政府 那錢是什麼人的錢 台灣人的錢 台灣人的錢 台灣人都被騙了 我們的錢就是 因為這樣 用一個利益核心的思維模式 錢都被騙出去了 現在四大基金也在拜 勞保健保 都會倒 公保也會倒 只有一個不會倒 誰不會倒 林仙保 林仙保不會倒 林仙保 所以林仙保 他兒子那個事情 有沒有事 後來會變成沒有事 後來會變成沒有事 阿扁了 會冤架死 本土台灣人 真正的日本人 是順情的大日本帝國風民 甚至我們的高砂族 我們的高砂族 那又是我們 大日本帝國 社會裡面的 貴族 還是他的貴族血統 不過 我們現在都 竟然在政治連鋼 在逛大日本帝國的戰爭 到現在都沒有簽出 和平條約 古今我們和平條約 沒有包括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 有包括在裡面 沒有啊 相對的嘛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我沒有人沒有計畫 我就沒有牠插 同樣的意思 我們說後來 日本發生事情了 這就完 土地書 他最近 事情發生了 的時候 像我們台灣民主委員 事情發生了之後 叫腳 現在已經是土地書了 他 這是什麼呢 從 日本國憲法 就是新憲法 沒有效 他是人的這個沒有效 要把它等下去 掃水溝 把它丟到掃水溝 這也一派 這也另外一個右派 小三長矢 小三長矢 他也支持說 要把新憲法研讀 其實很早之前 就有人說 就是 就完土地書的 抹字 叫做三島遊記夫 問題那個時間 日本的左派 起來 他叫不走 他只有 把自己的生命 結束掉 用武術的精神來勸勢 你們日本人 已經沒有效果 你們不是日本人 這就是三島遊記夫 那時候 駐紮的時候 這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我們年輕人 有時間再研究三島遊記夫 跟酒緣 可以去 去研究一下 去討論一下 日本國 的自由民主黨 就現在 要做左派倒了 右派會起來 右派的 好幾位 那個前總理 包括 麻聳太郎 安倍晉三 現在是安倍晉三 開來做總理 胡田康夫 申喜人 在在今年的四月二十七 這裡有一季 法部 要來修改憲法 修改日本憲法 他的能不能修改 自己 能不能修改大日本憲法 可不可以 不行 抱歉 沒有台灣人參加 沒有 沒有 而且日本國又包括 朝鮮 那現在的朝鮮 願不願意回去 跟他們一起開會 不願意了 所以現在新日本 有沒有權 召開大日本的修法 修憲架構 可不可以 不行 他只能修改 他自己的新憲法 再怎麼修 他還是新憲法 再怎麼修 他還是新憲法 我看他怎麼玩 他只剩一條路而已 把台灣人 扶起來 大政奉還 退出聯合國 頂頭開始 加入我們台灣 不過他現在開始做了 我們這裡再說完的時候 中華民國沒有倒 結果新日本倒了 新日本上禮拜拜國倒國 左派倒閣 右派準備起來 我們是在這裡希望 新的日本下國 總理台信 可以和我們 等明年 做八月十五 我們中前日 那天 做回來 折擺 我們 進國進社裡面的影響 你知道嗎 我們 台日本 帝國 通常三萬九千 一百個 的台灣人 在進國進社裡面 中華民國的 總理時間有我們台灣人 沒有 所以今天時間的問題 其他我們在後面的 修憲的一些工作程序 會跟各位講得更清楚 感謝大家 謝謝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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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